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饮食结构 比如说平时经常吃一些不爱消化的 健康新主张 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肿瘤血液科主任牛春风 做客演播室 为您权威解答 敬请关注 心情好 身体棒 欢迎收看健康新主张 大家好 我是文婷 大家好 我是大牛 感谢大家在每周三周四的晚上 跟大牛和文婷来赴健康的约会 关注生活 关注健康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 就跟随我们的话题 关注您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您不方便守在电视机前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 互动随时进行 移动的都市频道 期待您的观众 大牛 这段时间 感觉特别忙 一到下半点就走了 我感觉是谈了恋爱 他感觉造谣 说他没有用干啥 我发现你吧 你好奇心很重啊 你知道吧 老瞎猜 你知道吧 那你别管我怎么说吧 你这点小动作 是不是没逃过我的火眼金金呢 就是眼神好使的 那意思啊 好不好使的 你这个别往自己眼睛上贴金的 往眼睛上贴金的 说实话啊 我们没有谈恋爱 最近就是各种这个活动比较多 造成一点忙碌的假象 跟你说一说啊 这一天先是这个球友的一个聚会 然后呢 小学同学生日会 前天大学同学出国送行 昨天有外地一个朋友来长城开会 你说都是多年的交情 哪个能辣呀 都得参加 那你这个聚会都什么规格啊 哪有什么规格 刚才都说了多年的交情 不用吃什么高端的 主要就是来点情怀 来点情怀 那我这一猜我就是顿顿烧烤啊 你这是啊 加啤酒吧 哎呀 啥都瞒不过你 是不是 一猜就准 你说就关键是夏天 你说咱东北啥最有特色最要吃 那不就得是烧烤吗 不过啊 这特色要是这个吃贫了啊 频率是高 再加上 我几天都吃了半夜12点 我就感觉啊 这个身体被掏空啊 有点受不了 是吧 刚开始是胃有点 是被烧烤堆满了 堆满了 对 刚开始吧 就觉得胃有点难受啊 后面这两天就是 勉强坚持去念的嘛 得赔嘛 不能让大家扫气 上顿赔 下顿赔 对 我只能说真的是 哎呀 佩服我同学朋友的战斗力啊 都同龄人 你说 人咋就那么有精精神头呢 今天晚上还有一顿呢 还有呢 哎呦 大牛啊 我觉得这几天晚上 你这家都吃到二半夜 是吧 这个 我个人觉得 你是不是这个早餐什么就省了 那好 这几天每晚都吃到很晚啊 其实第二天胃呢 是又胀又难受啊 这个早餐就别提了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时间 这个偏晚一点 就相当于早餐了 基本午餐都没有胃口 你看看啊 就你这么早 偶尔一回两回 我觉得吧 难免年轻人嘛 是吧 但你这都连续四五天了 今天晚上再有都五顿了 我觉得成常态的这不行啊 我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没办法 人在江湖嘛 是吧 身不由己 你看身边的人不都这样事的吗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简单二字 哎呦 对不对 看别人干啥呀 是不是 咱们做的是啥 健康节目 你不做个榜样啊 你天天除去喝去 吃烧烤 对 再说了 你坚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你自个儿也是负责任的表现的 对不对 对 你对你自己负责吗 你自个儿说 哎呀 你刚才不说了吗 年轻人嘛 是吧 年轻人 而且一有时间 我就也会去健身 我觉得问题还不大 还有前一天 那个体验报告我们说嘛 就是一切正常 年轻确实是本田 但是再年轻 你也经不起这么习惯性的折腾 知道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 河南郑州 有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孩 就因为长时间的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 年纪轻轻 得啥了 知道吗 胃癌 二十多岁 这么年轻就胃癌晚期 晚期 被确诊为胃癌 半年前 小王发现身体不适 一吃饭就呕吐 当时没有在意 只吃了点消炎药 但症状一直都没有好转 后经医院确诊 这个23岁的年轻女孩 竟然已经是胃癌晚期 作为都市上班族 小王经常不能按时就餐 所吃的食物 也常常是麻辣烫 凉皮等 接边小吃 我真没想到 不规律的饮食习惯 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没想到吧 这些年来 其实我国年轻人的胃癌发病率 在迅速的增长 有这样一个统计 五年以来 19到35岁之间的青年人 胃癌发病率 比30年前翻了一番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胃癌 与睡眠不足 饮食没有规律 工作心理压力过大 等等有关 尤其是跟什么有关 喜欢吃熏 酱 烤 高盐 辛辣等等 这类的食物有关系 因为这类食物 会破坏肠道正常的功能 损伤胃粘膜 然后就是胃炎 胃炎完了胃溃痒 胃溃痒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增加癌变积率了 你说的这些毛病吧 我都有 都有 看来我真的得把这个 饮食习惯和规律 重新的重视起来 那当然了 现在这个年轻人 一说年轻人我指他 其实我俩差不多 真觉得这个病离自个儿远 对呀 是不是啊 觉得年轻 没事 我这健康着呢 你不知道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是不是啊 你爱护自己的身体 身体等到过些年 就回馈你啊 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身体就会给你发出警告 还有信号 置之不理 我行我素 依旧这么造 最后结果 你说是不是自己承担 你说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 跟胃癌有很大的关系 不健康的饮食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 把好胃就逼到胃癌的这个程度了呢 据我所知啊 这胃癌呢 不是一种这个特别有症状的一种病 对 它通常就是不显山不漏水的 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就到了晚期了 早期的时候呢 这个症状和普通胃病有的还很相似 还没重视 其实呢 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具体的啊 这个关于病理啊 包括它到底什么症状等等 所有这些详细的东西 我说不清 那这样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专家 好的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啊 肿瘤血液科的主任牛春风 来给我们讲一讲 牛春风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肿瘤血液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擅长各种恶性肿瘤 及血液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现兼任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 肿瘤分会常委 中国肿瘤防治分会委员 长春十二五医学重点专科 学科带头人 主持人完成 省部级课题两项 厅局级科研项目五项 今天呢 做客我们健康新主张的专家呢 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肿瘤血液科的主任 牛春风牛教授 牛教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牛教授咱们今天要聊的呢 这个又挺沉重的 我觉得好像和您的这个科室医相关 它就沉重 对 就是癌 或者叫肿瘤 这个好听点叫肿瘤 不好听就叫癌吧 这个大家现在真的是谈癌色变 尤其现在呢 这个我看了一组数据 说现在胃癌 发病率特别高 而且它已经成为了第二大致死癌 就是排名又提前了 又往前上了 第一还是肺 然后第二就是塌了 为什么这个死亡率会这么高呢 因为胃癌呀 有些时候发现就已经是晚期 有的早期没有什么症状 他可能也不去检查 所以能发现就是晚期 有的甚至手术都做不了了 如果早期发现 愈后还是可以的 如果早期发现可以做手术 如果晚期可能手术即使勉强做了 可能也要配合一些化疗 另外化疗对胃癌还不是十分敏感 明白 所以它治疗效果相对就差一些 这样相对于其他肿瘤 它的死亡率就偏高一些 我明白了 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发病了就比较晚 第二个呢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法 尤其是放化疗这种的 就对它的治疗效果又不太好 所以说呢 如果要是胃癌的话 早发现还是好的 对 什么种理由都是早发现 早自疗 对 这个效果比较好 那明白了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身边有很多人 大家不太重视胃病 就感觉 你要是工作干得好 没点胃病 你都不光荣 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工作干得好了 你就没时间吃饭 对吧 没时间养胃 因为你所有靠养的病 都是要花时间 花精力的嘛 那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我觉得 大家又对胃部吧 这个就不太关注 有时候胃疼的人又特别多 现在 胃疼的怎么办呢 那个止疼的药又特别多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 大家对胃病 或者说对胃癌 现在这个认识还是不够高 在这儿就是 我想听听您的说法 就是您见到的那种 就是年纪还挺小的 就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 长期积累 最后导致它 有这样恶性结果的 这样的病人 您见过的多吗 现在也不少 现在年轻化 肿瘤 胃癌的年轻化 我个人认为和生活方式 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更明显 尤其是饮食结构 比如说平时啊 经常吃一些不爱消化的 比如说还有些人习惯 一到夏天了 经常吃烧烤 如果你偶尔吃一次 可能没啥大问题 有的人一天不吃烧烤 可能都觉得爱到难受 所以这样的话 过去我见过五岁的小孩 得胃癌 啥 五岁 为什么可能他在能吃饭了 家长就经常天天领他 出去吃烧烤 因为小孩啊 这个胃啊 可能很弱 所以这个时候 他在天天吃烧烤 本身是烧焦的东西 还硬 所以说五岁 这是我见过一例 剩下二三十岁的 也不少 也是一些饮食结构 像刚才您讲的 说这个饮食不规律啊 对 吃的东西 比如说不吃早餐啊 对 这个中午也对付啊 这晚上可能来一顿饱餐 完了整一顿辣的呀 对 是吧 这个吃一些这个生冷 硬年不爱消化的 吃就胃的 或者这个 哪怕三九天 就要吃冰糕 经常 这个凉东西 胃是洗凉 不是 怕凉 洗温的 对 所以说你经常吃这些 冰的东西 凉的东西 对胃也是个刺激 尤其吃这个经常吃辣的 热的 就是一种烫的 烫温的 对 也不行 也不行 对这个死管啊 胃的粘膜啊 都是个损害 所以你一次两次 可能没问题 但是你久而久之 这就是得胃癌的一个诱因 所以这个饮食结构 和生活方式 对这个胃癌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最好是 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结构 注意一下这个日常 这个饮食 早餐一定要吃 晚餐要少吃 现在正好弄饭 整饭了 晚上有时间呀 早上都不爱起床 对 有这种 还有就是吃夜食的 就是一天吧 他不怎么吃 然后晚饭吃完了之后 可能呢 熬夜 熬到90点 11 12点 饿了又来一顿 然后特别特别饱 完了上床睡觉了 一方面对身材保持不力 再有一个 我觉得对胃肠的负担特别大 这个饭后就睡觉是最不好 尤其晚餐 你吃得很饱 你就上床就睡觉 这个是最不好的 可能你要是晚餐之后啊 尤其是晚餐之后 可能你就时间 离睡眠的时间很近了 就尽量少吃一口 喝点粥就可以了 对 如果你说晚餐吃完 还有四五个小时睡觉 你可以吃个六七分饱 晚上其实晚餐 以不饿为主 对 但是你也不像说 特别绝对 有些人说是晚餐不能吃啊 就吃早餐中餐 晚餐就不吃了 其实也不完全对 晚餐要少吃 吃爱消化的 对 其实我觉得胃吧 就它是一个什么呢 需要那种 就是我挺规律的 到点就来点吃的 然后热热乎乎的 就这样就行了 它第一怕刺激 第二呢 就怕就是 你一会儿让它撑的不行 一会儿又饿的不行 有很多人 就是一饿饿的就不行 完了吃 就是鸡一顿饱一顿 这种对胃的伤害也特别大 这也是另一种 两个极端 都不好 都不好 尤其刚才说 你吃辣的 其实你尤其喝高度酒 你要是天天喝 这个高度酒 对食道和胃的粘膜 也是一个伤害 对 经常吃辣椒吃的多 这辣的大家说 在一个菜单上我说的烧烤等等 这些饮食大家要注意 可能能减少得胃癌的机会 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如果我们现在说 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 与胃癌息息相关 而且他们之间关系 越来越密切的原因 就是因为实际上 他发病的机理就是 胃特别怕你这样 不停地去伤害和刺激他 对 对吧 其实胃癌也不完全 和饮食结构有关 对吧 比如说像您说 一熬夜熬到下半夜 这有熬夜有关 其实熬夜 对所有的癌都有可能 因为你经常熬夜 睡眠不好 中医讲 睡能养神 所以你经常熬夜 都到下面去睡觉 你的身体免疫功能 一定会下降 咱们胃癌早期的症状 实际上有的时候 就和普通的胃病比较相似 有的甚至都没有什么提示 不典型 有的甚至可能 一点症状都没有 有的甚至有的病 不疼不养 没啥感觉也没有 发诊到中晚期 有的还没有症状的 当然不懂这样 有的特殊病例 在门诊来看了 一做个胃镜 可能胃里都已经长满了快 但他来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症状很典型 可能最近几几天 感觉不舒服来查 那他这个肿瘤 已经长很久了 他没啥不舒服 有的甚至连简单的 胃炎那个不舒服的 症状都没有 对 所以当你胃有不舒服了 所以如果持续都不还 也是经常的 还是最好去做个胃镜 查一查 还有就是有些人说 说这个胃肠 因为它是通的嘛 对吧 它是通的 所以说就是 很多人都在说 说如果你要是 这个尤其是胃 你也不总吐啊 你这个变得也很正常啊 你就不用太担心 谁还没个疼啊 没个这个老百姓 讲胀啊 这很正常 其实这个观点 我觉得现在来讲不对 有些胃癌 其实就觉得 哎呀 上股部有点不舒服 有点胀 经常呢 还不太缓解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不要以为 哎呀 就有点胀 甚至也没有明显的痛 所以说就大一样 所以尤其年龄 到十五十岁以上 再有这些不舒服 一定最好做个胃镜 查一查 尤其是这个上肤部的 就是不舒服 胃因为它在上肤部 在上肤部 是吧 有些人就是觉得说 哎呀 我就是胃胀了 然后吃不下去东西 其实这也得关注 对 也得注意 如果你自己知道什么原因 说就是今天 再喝一顿大酒啊 或者这一顿饭 吃不爱消 或过饱啊 造成的胃不舒服啊 完了之后 短期就缓解了 以后也没这个症状了 估计问题不大 如果这个症状 经常出现 应该注意要查一查 所以其实它还是 多多少少会给你一些提示的 对 那在这我想问 有些人就说 这个怀疑自己 好像是胃癌了 或者是胃肯定是有啥毛病了 那咱们得做哪些检查呢 其实要怀疑 说是自己得没得胃癌 别怀疑 别瞎我还一上怀疑 最直接的最好是做胃癌 因为它是直肆 胃癌下 如果看到有了 总块 它可以给你取个病理 其他的检查 都不是很直接 就像方才讲 这肿瘤标志物 它也不直接 最直接的就是做胃癌 当然有一些老年人 心脏不好 或者有其他基础病 可能做胃癌 对它来说也是 有负担 也是有的医生 因为做这个 可能也有风险 也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还有一些超生 但是超生 看这个空腔上去 就不如胃癌直视 而且有种 我还能取病例 要是能做的前提下 没有紧急症 最好是做胃癌 现在的这个胃癌 首先第一点 它是无痛的 就全麻 有有有 就是给你好像 就是吸一下 然后你就睡过去了 它是这样 如果这个病人 心脏没有大问题 或者没有麻醉的紧急症 你可以做无痛的 有些人无痛的也做不了 他心脏病特别重 麻醉医师不敢给他麻 麻了风险特别大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 有时候他想做胃癌 就比较困难 高龄的 心脏又特别不好 所以麻醉风险特别大的 这个时候也别太冒险去做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准备的这些问题 要问的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您的回答的 非常的详细 但是呢 我们还有很多微友 知道您来了之后呢 就给我们分分留言 我们的编导呢 特别的选择了几个 微友的问题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回答一下 好的 好的 麻烦您啊 牛教授 是这样的 这位他说 我姓杨 男性 今年48岁 然后早期胃癌 手术未切除三分之二 好像这切的也不算多了 如今已有半个月 最近呢 多以烂面啊 汤水啊为主 没有任何恶心 有吐不适的这些症状 请问可以吃点肉什么的吗 还有其他的食品什么的吗 就是应该到底 以什么样的食物为主 术后半个月 对 术后半个月 术后半个月 现在你的饮食啊 就像他是以远食啊 粥啊 汤啊 龙须面啊 这些远食 如果想吃肉 稍稍早点 如果你说 我就馋肉 就想吃 要少吃 一定是高压锅焖的肉 哦 几乎那肉 怎么说呢 一免就能吃 对 那可以 你吃点那个孩子 那个肉泥行 对 但是现在你半个月 就吃那个饺子馅里 那肉都不可以 对 所以一定 现在不要着急吃肉 如果实在绑不住 那个高压锅焖的 还得少用一点 这个时期半个月 最好是 应该是半流食阶段 对 就是粥啦 或者你实在说喝粥 不太愿喝 你可以用馒头泡水呀 或者是龙须面呢 你自己家里做那个面条都不可以 因为那个面条比较硬 硬 那吃起味 挂面什么都不行 这时候一定是远食 爱消化的 好吸收的 对 还得少吃多餐 嗯 不能吃过饱 对 所以说你看哈 这个为什么咱们说胃要养 胃要养 你你现在是 它是一个坏的 你要把它养好 这个还是别着急了 我觉得就严格一点还是没错的哈 为了以后 你能大口吃肉 好的 咱们来看下一位哈 这个下一位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爷爷得了胃癌 这奶奶呢 也是因为胃癌去世的 就特别想知道 我爸和我会不会被遗传 被遗传这个几率是不是特别大 这个就是一个家族 有家族史 对 就是他的长辈得了胃癌 对 爷爷奶都是胃癌 但是呢 长辈得了胃癌 他的下一代 只能说比他别人容易得 但 有几率高一点 几率高一些 但不是一定得 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长辈得了胃癌 所以如果你胃有不舒服啊 胃胀啊 或者啥呀 这个时候 要积极去检查 做个胃疾 但不要带着恐惧心理 说自己的父母 没有这个病 对 自己将来一定得 这是错的 对 不是一定得 只能说你的发病率 比他那个家长 没得癌的稍稍高一些 但这种高 它不是一定 而且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注意生活方式 注意这个饮食结构 可能基本上 那个可以忽略不及 不用太紧张 对 而且我觉得 就是说爷爷奶奶 你看他们两个 肯定是没有取缘关系的 他们都会得胃癌 可能和他们的生活 规律 生活方式 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所以只要你和你爷爷奶 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就你关注一点 我觉得可能 这个几率还会降低 对 可以重视一下 但不要恐惧 对 好的 咱们来看下一位 未有的问题 他说 听说现在 把相口服化疗药 给胃癌晚期的爷爷 想选一选 有这样的药可以选吗 请问哪一种 口服的化疗药 效果最好 副作用又最少 最好去到医院做个检测 因为把相药 也不是随便选 对 到医院去做个检测 让医生帮你去选 这是第一 第二 把相药 在胃癌这块 有效率还是偏低的 不是说没有效 只是有效率偏低 但你自己不要说 看这个把相药写的自卫癌 你就去选 一定到医院 根据你的一些检查项目 让医生帮你来选 适不适合吃 对 我觉得这样吧 如果您要实在是不知道咋办的话 那就去找牛教授 让牛教授帮您选一选 咱们来看下一位 他说很多癌症患者在家属 在情急之下 都会选一些偏方来进行癌症的治疗 那想问一问 这个治疗癌症的偏方可信吗 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 因为偏方确实是 你都不知道它啥成分 比如说现在民间传说的 某某人能自癌 你去了之后 可能都能拿的一样的药汤去喝 我有一个亲戚 因为这个可以理解 他得病了之后 得了肿瘤 亲戚 他求生欲望强 我自己 我是高肿瘤的 他都不相信我 他说他别人在别处 只好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也是喝了一种药 喝完一种药 他当时是肺癌 是个腺癌 肺腺癌 所以喝了一种药之后 喝到半个月的时候 颈部淋巴结转移 就出来了 所以当时这个偏方 给他偏方的眼睛告 说你那是排毒呢 他就接着喝 再喝半个月 这时候这病人来找我 我一看已经不行了 到我们医院 我都住院手续也办完了 我一看不行 因为他家是外地的 第二天早起 我就回家 到家当天就远期了 就一个月 当然不是说 所有的偏方都有问题 都没用 你不了解的偏方 你不要去选 甚至你不知道成分 这个偏方 你不要去选 如果你知道成分 经过这个 比如说它是中药 你找一个中医的医生 看看这个方 实不适合你吃 要适合你吃 你也可以用 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最好是到正规的中医院 找个自肿瘤的中医的医生 去给你开汤药去喝 我觉得更 可能更好一些 对所以说呢 这个关于偏方 或者是说 像什么偏方治大病 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可能 但是呢 就还是这句话 要客观看待 不是所有的偏方 你一定要了解 这个偏方都是啥成分 到底咋回事 让正规的中医 带我看看 这个方式不适合你喝 适合你喝 你再喝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位微友 您可以把偏方 拿给牛教授看看 咱们来看下一个微友 这个我女朋友 今年24岁 胃癌早期 哎呦 24岁 24岁 年轻 太 我现在就觉得很遗憾 就觉得 不管能不能治好 这太遭罪呀 有这种感受 太年轻 能治好吗 20岁 得看她的分歧 得看她具体的情况 对 她现在就 想问什么问题 她就问说 24岁早期 能不能治好 我觉得好像 那现在还没治呢 还没治呢 那快点治 如果要是 早期 才刚我已经讲了 首选手术 24岁 手术之后 让医生去给你评估 需不需要化疗 需不需要靶相治疗 这个要医生评估 但是早期 首选手术 不要再等 好的 那么这个 我也觉得呢 像这样的 一两个问题 这个牛教授 在这里也没有办法 给您一个确切的回答 或者是确切的诊断 和建议 那我觉得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个性化的问题 还可以去找牛教授 在这里呢 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 一不要弹癌色变 所有的癌 其实现在都有应对的方法 可能有的是 效果好一点 种类多一点 有的是 这个效果差一点 但是都有办法 第二点呢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到 正规的医院 找专业的医生 最好是有经验的医生 好好给您诊断 好好给您诊断和治疗 还有就是说 如果您的心态 可以做到很好的话 就带流生存 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的话 其实这步伐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方才讲了这么多呀 一直没提我自己的本专业 这个中医药啊 就像方才 这24岁的胃癌症 像这个小孩啊 如果你做完手术 当然首选手术 对 手术之后 如果需要化疗 也可以化疗 那么你的长期后续治疗 最好是选一个中医 当然你不一定找我 但一定找一个中医 搞肿瘤的 这样给你长期的调理 需要这样对你 术后的恢复 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 而且对您以后不复发等等 对 这都有帮助 都不能说保证你不复发 但是肯定能减少这个机会 复发的机会 好的 那在这里呢 特别替我们健康新主张 所有的观众 感谢您刘教授 谢谢 谢谢 一完胃癌的人呢 都有一个很普遍的行为 就是喜欢吃这类的 腌制的食品 咸鱼 咸肉 咸淡 咸菜 等等 或者喜欢熏烤的食物 这些食物当中含的 这个硝酸盐呢 就比较多 而硝酸盐在胃中 可转化为 亚硝酸胺类的东西 一旦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诱发胃癌的 罪魁祸首 我们平时啊 就这个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专家说了 这个蔬菜中呢 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C呢 能够阻断 亚硝胺在这个体内的形成 就能减少胃癌发病的几率 你说这个蔬菜水果那么多 总有点重点吗 问到点上了 我们的编导呢 为此准备了一条短片 我们一起去看看 尝吃哪些食物 能够有效预防胃癌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好 麻주세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